保加利亚是一个拥有丰富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国家 以下是几个值得意游的保加利亚风景 一、罗沙河峡谷 罗沙河峡谷位于保加利亚中部 是保加利亚最美的峡谷之一 这里有壮观的景色和各种自然美景 如清澈的水域 多样的动植物和美丽的峡谷景色等 二、七柱岩 七柱岩是保加利亚最著名的自然奇观之一 位于中部的七柱山脉 这里有七座巨大的石柱 高度达到四十多米 形状各异令人惊叹 三、班托夫斯基古堡 班托夫斯基古堡是保加利亚最著名的历史建筑之一 建于19世纪 是一座浪漫主义建筑 这里有美丽的花园和庭院 还有珍贵的艺术和历史藏品 四、帕克罗夫 帕克罗夫是保加利亚最美的小镇之一 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这里有许多古老的建筑和历史遗迹 如保加利亚正教会教堂、帕克罗夫修道院等 五、索菲亚市中心 索菲亚市中心是保加利亚最热闹的地方之一 有许多历史建筑、博物馆、商店和餐厅 值得一游的景点包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 国家历史博物馆和索菲亚公主公园等 六、罗瑞纳山 罗瑞纳山是保加利亚最高的山脉 也是巴尔干半岛最高的山脉之一 这里有壮观的高山湖泊、森林和岩石地貌 还有各种高山植物和野生动物 是一个天然保护区 七、佩什特拉 佩什特拉是保加利亚最著名的洞穴之一 位于南部的罗多皮山脉 这里有巨大的中乳石和石笋 还有美丽的地下湖泊和瀑布 八、黑海海岸 保加利亚有一个美丽的黑海海岸线 长达354公里 是一个度假圣地 这里有美丽的海滩 蓝色的海水和阳光明媚的天气 是一个放松和享受海滨度假的好地方 九、罗马剧场 罗马剧场是保加利亚古罗马时期 遗留下来的一个重要历史遗迹 位于普罗夫迪夫市中心 这里有罗马时期的建筑和雕塑 是一个了解古罗马历史和文化的好地方 十、佩多多拉国家公园 佩多多拉国家公园位于保加利亚东南部 是一个重要的自然保护区 这里有各种珍稀的植物和野生动物 如欧洲黑松、狼、棕熊等 还有美丽的湖泊和河流 十一、谢尔巴山 谢尔巴山是保加利亚南部一个著名的山脉 海拔高达2925米 是保加利亚第三高峰 这里有森林、高山草垫、冰川湖泊和岩石地貌 还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 是一个户外运动和探险的好地方 十二、玫瑰谷 玫瑰谷位于保加利亚中部 是保加利亚著名的玫瑰种植地区 每年六月中旬至七月中旬 这里的玫瑰花盛开 香气四溢成为保加利亚的重要旅游景点 十三、帕弗利济耶瓦古镇 帕弗利济耶瓦古镇位于保加利亚中部 是一个有着500多年历史的古镇 这里有保存完好的古建筑和街道 还有美丽的教堂和博物馆 是一个了解保加利亚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好地方 十四、班斯科 班斯科是保加利亚西南部一个著名的山区度假圣地 这里有壮观的山景 美丽的湖泊和森林 还有丰富的户外运动和娱乐活动 是一个享受自然和放松身心的好地方 十五、理查德利昂哈德堡 理查德利昂哈德堡是保加利亚东南部一个著名的城堡 建于十九世纪 这里有古老的建筑和雕塑 还有美丽的花园和湖泊 是一个欣赏文化艺术和自然景观的好地方 以上是保加利亚的另外几个著名景点和风景 涵盖了自然、文化和历史等多个方面 希望能够让您更好的了解和感受这个国家的魅力 感谢观看